我今天都厚晒,脏的都没有,脸都红了,这脖子正,早上就有,这更严重,这会儿脖子正 我现在要回酒店,脸有脸已经红得有点疼了 带了我越是这两天挺帅的 昨天我就在街巾车就在说 好帅就怕昏了 我必须得今天做一个 经常我自己用的一个方法 厚敷面霜紧急补救一下 确实是累 但是这真的特别美 人美精美 玩的确实挺开心 先热敷一下把盲盒打开 这个时候特别搞笑 因为我也看不到我自己 就这样让它尽量贴合自己的皮肤 热敷一会儿 我还是带了之前都用过很多次 克兰里的这个VC精华 我这次可能用的有点多 有点奢侈 护的地方太多了 我就怕这次晒呢 因为我之前也有这样用 也是我试过好多次 这叫什么 木极式护理 它这个能度高 我还是挺喜欢用的 这个就是三天 一周每次就可以了 有没有像过这样呢 克兰里如果要看到了 能不能把这个开口 用到手撕的更方便里面 提个小小的建议可以吗 我先嚼嚼去这脚 这个精华我用最大的感受 我觉得体量是真的还是不错的 我们朋友前面看了我那个视频 然后自己买了 它属于比较黄 去黄体量 它真的是有明显的感觉到 等一下我把手上也刷一下 不要忘了 肥肉感买的是真的好 OK了 胳膊上涂不上了 没有啊 还是他们家的这个面膜 做这个护理啊 就是会有点心痛 是因为它要用 很多很多的精华的面霜 我也不是经常这样敷 一种遇到什么暴晒啊 可以一下 很管用 晚上用完 第二天脸嫩嫩的 好了 OK了 最后再往手上抹一点 别忘了 这个我可能就要等它 自己先去吸收一会儿 我们正好客服就可以来聊聊天 这几天我们在大理遇到了好多仪 包括我看到很多的留言 谢谢你们的关心 谢谢你们推荐的美食 我们可能就是能去的就去了 去不了的话就只能留点遗憾 下次还可以再来 还有好多朋友就在问 他抠鼻子 哎呀 我肯定是会关注到的 我也是不会让他去抠 他是最近频繁了 而且因为他咳嗽 加上那个 他本来就有鼻炎 当时小的时候 他在保温箱 他擦的那个鼻子管 当时就已经损坏了 鼻念膜 他就会经常鼻子不通线 有风的时候还是会留鼻子 因为不是没有彻底好吗 因为他就是鼻子里面 他自己会难受 他就会抠 但是之前他好的时候 没有这样 他这个行为 我是真知道的 但是他这会儿比较难受 然后在酒店 还是要拿棉筹 给他处理的 还是想给大家说一下 谢谢你们的关心理发 大家会说 你要给孙子去剪头发呀 还是因为咳嗽 我怕他去理发的时候 他自己也做着难受 他一咳那个头发 吸进去了 他更难受 等他彻底好了 我想带他去剪一下 最近我看到 问了比较多的问题 谢谢大家的关心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 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都会去看到 其实差不多咯 就这样稍微在 抹的均匀一些 脖子这里也吃 已经没有刚刚那么的活了 就这样来大理很开心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